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北京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土贺提9月23号 被新疆乌鲁木齐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的罪名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他个人的全部财产 那么这个宣判公布之后呢 海内外舆论哗然 关注伊利哈姆案的中国大陆活动人士纷纷在网上发言 指责这个判决无耻 是政治报复性判决 西藏问题学者王力雄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说 2014年9月23号当局制造了一位维吾尔的曼德拉 而网名叫一头活猪的福建泉州网民则质问说 一个和你讲道理的人都能被判无期 你们真的就只听得懂枪炮声吗 对这个判决呢 国际社会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 国际特撤组织形容这次判决是侮辱司法 欧盟认为中共判伊利哈姆无期徒刑 完全没有理由 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也表示 伊利哈姆一贯明确地以和平方式倡导 不同族群与国家之间的理解与对话 如果北京是这样定义分裂主义活动 新疆当地和族群之间的紧张将难忘平息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则表示 中共当局重判伊利哈姆 让对中共还抱有希望和摇摆不定的维吾尔人感到彻底失望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伊利哈姆土贺提 被万界普遍认为是一位温和的批评者 他主张改善新疆维族人与汉人之间的沟通 他在2006年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 经常发表捍卫维吾尔人权利的言论 并多次公开质疑中共高压统治新疆的政策 另外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为期一个星期的罢课 9月23号进入第二天 那么抗议学生是前往政府总部 要求与香港特首梁振英对话 并警告他说 如果梁振英48小时内不与学生及市民对话 他们的抗议活动将会升级 而就在同一天 香港占领中环发起人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 也在他的个人脸书上 向香港市民发出参与战中的邀请 他说 在别人庆祝国家的大日子时 我们也会在中环摆下一场 争取香港民主的盛宴 欢迎所有支持民主 并愿意为达此目标 而有所付出的人来赴宴 外界认为 这是和平战中发起人 首次发出明确暗示 他们将于10月1号启动战中行动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好观众朋友 好观众朋友 好观众朋友